专业小组冲进诈骗集团根据地进行攻坚 这个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投放投资广告 吸引被害人点击连接加入LINE对话群组 再以投资为由要求被害民众注册假投资网站进行入金 初步估计共有110人受骗 损失金额超过千万元 那诈骗集团先与社群媒体投放和赚钱 的被动收入的广告 吸引被害人点击广告连接 要求整个一个加入犯贤的LINE投资群组 再以投资为由被害人注册假投资网站 并以新台币1万元左右小入金 以降低被害人的警觉 等被害人预提领Police 再以话数告知被害人 因为参与网站的活动 操作错误缴税 以及增加活力等各式的理由 又使被害人再投入更多的金钱 那本案总计有清查被害人111名 那假投资网站的网址有78个 财损金额达到新台币1千1万元 刑事局深入追查发现 有系统整合商竟然为虎做仓 招募工程师提供诈骗集团 客制化一条龙系统整合服务 从前端的网页设计 到后端的网站开发 云端伺服器设定 资料库建计网页名称注册 网站客服及手机简讯验证等 统统一手包办 这一次查过的诈骑系统整合商 它提供一条龙式的资讯服务 招募工程师替不同诈骑集团 客制化开发假投资网站 提供云端伺服器架设 后端网站开发 以及前端网页设计 资料部建置 网页名称注册 网站客服 手机简讯验证等 全方位网站服务 刑事局一举逮捕系统整合商 及诈骗集团成员共15名 并依诈骑罪嫌将全案移送 高雄地检署侦办 刑事局提醒诈骗集团 往往利用人性弱点 以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 利用被害民众 呼吁民众 如果看到不合常理的 高报酬投资广告 及意义不明的 因素组合网址 一定要小心 如果有疑问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向警方求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